雾峰上下同仇敌忾 全都剑至云运 这时候云菇突然出现 他来到云运身旁 云峰所有弟子同时来到此处 云菇说道 云运乃我云峰弟子更是化身转世 穆兹 你胆敢对他动手 穆兹惨笑道 我管你什么转世 杀了不韦的人 我必要他死无葬身之地 云运平淡道 我再说一遍 穆不韦不是我杀的 是他们杀的 云运指向徐纵徐衡 以及两个神秘老头 穆兹当然不会信 他直接一箭刺出 强烈的剑技 就像是惊雷一般 席致云运身前 信口雌黄 该杀 谁也不能动花神 云菇坚信云运便是花神 云峰陨落了这么久 云运是他唯一的希望 不管怎么样 云运手上有清明剑 那便足以让云菇奋不顾身 说吧 云菇便提出长剑 与木兹站到了一起 与此同时 云峰重弟子与木峰重弟子 全部交战 一时间场面十分混乱 一旁的云运 只感觉身体还有些不适 虽然手上拿着清明剑 可云运的修为 却没有半点变化 他总感觉有一股力量 跌在身体里无法释放 若是能够将这股力量释放出来 这木兹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正在两方人马交战时 张峰之主忽然去到 徐纵徐衡两人身边 然后又和两个神秘老头 交换了眼神 趁他们交战正寒 不如继续推动祭祀台 将其一网打尽 几人点点头 悄悄去到祭祀台 此刻清明剑已经消失 可这处庭院还漂浮在半空 徐纵徐衡和两个神秘老头 很快来到祭祀台 他们同时看向周围 清环宇呢 不知道 竟然没有人知道 京环宇去向何处 不管了 向轰杀再说 否则徐心院来了 咱们都得死 说着 四人便勉强催动祭祀台 准备将两帮交战人马轰杀 只见祭祀台逐渐转动 光芒四起 只是这光芒 远远比不上之前 惊环宇在时的光芒 少了一个惊环宇 力量起码减少了一半 正是祭祀台即将发射时 一旁调息的云运突然感觉不妥 转头一看 正好瞧见几人准备坐收渔翁 之前被陷害 云运本就气愤 此刻清明剑一出 不知何处来了一股力量 大家小心 正在交战的双方被云运一声震慑 拳击暂停 这才瞧见祭祀台有一股毁灭性的力量传来 只是这时候祭祀台的攻击已经发出 由不得你反应 如此冲击下 只怕暮风和云风的人要死伤大半 众人极其自危 云运和木兹更是面色大变 不过就在此时 云运从一旁杀出 他的清明剑震动得厉害 凭着祭祀台冲来的毁灭性攻击 一箭斩去 两股力量在半空对峙 云运一直控制着清明剑 承受着巨大的伤害 这时候祭祀台的力量实在强悍 被云运消除大半后 依旧穿透了过来 直接将不少木风弟子击杀 死状正好和木不韦一模一样 清明剑帮云运挡下大部分伤害 可云运还是受了重伤 这祭祀台发出的攻击 远超她的想象 云运已经倒下 杀掉她 张峰之主瞬间冲来 她本就是徐心愿的人 杀 张峰的弟子和徐峰的弟子 好似之前便约定好的一般 全部朝着云运冲来 今日势必要将云运碎尸万段 木子蒙了 他此刻彻底蒙了 看着死状与木不韦一模一样的弟子 又看着冲来绞杀云运的两封弟子 木子忽然完全爆发 木封弟子听令 死保阴运 是 所有木封弟子同仇敌忾 刚才的一切 已经让他们知道 大师姐的死 全是对面那群人干的 他们现在 只想将所有人杀掉 为大师姐报仇 一瞬之后 两方人马 绞杀在一起 这边一刀斩断对方一臂 那边便一刀灰来 斩断你一条腿 他们 本就率着玉石俱焚之心 云封和木封合二为一 对敌张封和徐封 可这终究是小辈间的战斗 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 那张封之主 这时候也是绕过战场 悄悄朝着云运袭来 徐心愿已经下了命令 他必须杀掉云运 木兹 眼疾手快 立马奔向云运 那张封之主 好事被破坏 直接对木兹大打出手 同时对着身后喊道 你们还愣着干嘛 赶紧杀掉云运 这是徐心愿封出的命令 两个神秘老人 和徐纵徐衡 立马动作 朝着云运杀来 木兹对着云姑大叫 赶紧带着云运走 他们全是徐心愿的人 云姑反应极快 他本就在云运身旁 带着重伤的云运 便朝着另一个方向逃走 木兹封主 近日多谢相助 今日若没有木兹相助 云运绝没有活命的可能 木兹道 别忙道谢 现在徐心愿还未出现 整个花狱都不安全了 也赶紧带着云运走出花狱 否则必死无疑 云姑点头 花狱出口 在西南方向 可我只有一把风石 打不开啊 木兹与张风主 对轰了一惊 一口鲜血喷出 他说道 木风的风石 就在大风中 以去雪来 将风石合二为一 便可打开缺口 逃出花狱 云姑点头道 那你保重 不自惨笑 这凶宝八蛋 胆敢杀我徒儿 我今日与他们同归于尽 这时候 两个神秘老人 已从远处袭来 云姑眼皮子狂跳 带着云运 以及几十个云风弟子 瞬间远顿 朝着木风走去 云姑在花狱生活了无数年 走到哪个地方 都是轻车熟路 很快便来到木风 顾不及进入大殿 直接一掌将大殿轰塌 然后取走风石 刘夏云 云与清明剑 正在这时 身后的徐纵徐衡 已经追了 两人都是多年前 花狱的强者 此刻合力出击 势必要将云姑轰杀 云姑快走 我们挡住他们 几十个斗地修为的云风弟子 忽然一转身 所有人的剑合并到了一起 一股强悍的力量出现 同时 他们对着云姑决绝说道 云姑内心受害 她知道 这云风弟子坚持不了多久 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云风会记住你们 你们都是云风的骄傲 这个大仇 花神定会找回来 云姑眼痕热泪 带着云运再次远顿 再次牺牲了云风众弟子 云姑带着云运 疯狂地逃窜 云运是整个云风 唯一的希望了 也是整个花狱 唯一的希望了 这些年 徐心运一直掌控着整个花狱 昔日美好的花狱 已经成了纷争肃杀之地 云姑绝不允许如此 她需要花神回归 而云运便是她的花神 带着两把风石 很快便到了新南方 这里出现了一层厚实的光炸 这光炸就算是斗神 也无法破盖 没有任何犹豫 云姑将两把风石合二为一 然后催动风石 那光炸立马开始涌动 最后一个缺口 慢慢扩张变大 要达到容人通行的地步 还需要一些时间 云姑看着重伤的云运说道 云运 记住 你便是花神 你是花狱的希望 现在花狱不太平 你必须走出花狱 云运点头道 可是 走出花狱又能如何 他们依然会追上来啊 云姑道 我已许久未出过花狱 在外的朋友 不知尚否在世 你在外界可有朋友 云运一愣 想起了硝烟 云运说道 有一个 云姑关心道 可够护住你 想起硝烟创造过的无数奇迹 云运自信道 肯定够 那便去找他 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 云运点头 两人谈话间 那出口已经确立 云姑忙道 快走 你呢 云运问道 云姑苦笑说 我是不会离开花狱的 可 云姑直接说道 不要可视了 快走吧 一会儿便没有机会了 云运知道 此刻 事态早已朝乎控制 旋即 转头便朝着出口飞去 可就在此时 一道金色屏障 屏空出现在出口前 谁 云运当然认得此人 云运当然认得此人 他在幻境中早已见过 金环宇的歹毒 是你 金环宇笑道 是我 你不是修为被西式所剩无几了吗 此刻 金环宇爆发的修为 也不像是所剩无几的样子 那金环宇说道 骗小白兔的话 你也相信 从你进入花狱开始 我们便注意到你 徐心愿更是一直留意你 没想到 你真的是花神转世 云运脸色惨白 金环宇的修为 连当年全盛时期的花神都吃力 此刻的自己尚未成长 如何能够敌得过他呢 不过就在此时 一道激光出现 那金环宇的金色屏障 一瞬间被击出一个大洞 同时 云姑朝着金环宇冲出 云运 你快走 云运没想到 云姑竟会做出如此举动 他担心道 你不是他的对手 云姑一往无前 来不及了 你别管我 你快走 只要你活着 花狱便活着 饶是云运心肠坚强 此刻也难免动情 没想到云姑 竟会为了自己 拼上自己的性命 强迫自己冷血下去 然后云运朝着出口飞去 一旁的金环宇 被云姑纠缠 面色大变 正要出手阻拦 没想到这时候 云姑再次袭来 几番交锋下 云姑已是鲜血淋漓 他当然不是金环宇的对手 可他不惧一切 誓死也要为云运争取时间 后方战况激烈 金环宇的强悍 超乎云运想象 在那庭院中时 金环宇一直隐藏实力 更是说自己被吸食修为 此刻看来完全是伪装而已 有云姑顶在后面 云运就是不想走也得走 他必须离开花狱 这个地方已经待不下去了 敌人太多 且实力差距过大 离开花狱的出口虫洞 就在前方 云运知道 此刻不是拖泥带水的时候 自己若是走不掉 那所有人的牺牲 都是无意义的 自己要做的 便是日后为他们报仇 我会回来的 云运眼角含泪 眼白里全是血丝 显然悲愤到了极点 随后 云运好似铁了心肠 转身便朝着虫洞出口飞去 可就在此时 天空忽然黑风四起 整片天空瞬间被黑色笼罩 白昼似乎一瞬间变成了黑夜 一道嚣张至极的身影 从天际传来 谁 云运眼见虫洞出口被风 反身朝着天空望近 只见天空中四缕黑风相互交叉 然后黑风散去 一个全身黑裙的女子 悬浮其上 这女子 其他人或许不认识 可云运却认识 因为她便是 大名鼎鼎的徐心愿 幻境中 害死花神的徐心愿 此刻徐心愿身穿一身黑色广鲜长裙 此根飘带 像是灵蛇一般四处飘扬 眉腿暴露在空气中 修长且匀称 这世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双这样的眉腿 即使是云运 也差上一丝 更夸张的是 徐心愿的脸 她的眼角与嘴唇全是黑色 下河与下巴连接处更是有着特殊图案 那图案十分猙獰 望去便恐 徐心愿几乎从未出现过 许多弟子更是不知道 她便是花狱的主人 可云运偏偏知道 她不仅知道 而且知道的很多 云运 想走 有没有问过我 徐心愿居高临下 神态自若 完全不担心云运会跑掉 云运稳定呼吸 平淡道 我云运想去何方 需要问你 徐心愿道 我乃花狱之主 难道不需要吗 云运冷笑道 你这花狱之主如何来的 难道心里没点数吗 徐心愿首次色变 你知道了什么 云运冷漠道 什么也不知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响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